精神还不错 一直问我要吃的 但是吧 不敢给他喂我 他这苏狼里的奶粉都装了两天了 昨天晚上给他喂了几勺 还是没消化 一直都这么大 太久没消化了 发酵了 还有一些胀气 这有我真的是 太难了 前脚刚把这个吃木屑的给他弄好 以为这下终于没问题了 没想到这玩意儿他又开始吃纸粒了 真的是一窝的傻鸟啊 来吧 把酥狼里的奶粉给他抽出来啊 好几天的了都没消化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 忍一下 马上就好了 在这个泥 一坨一坨的跟辣棉絮一样 这样抽总比给你挤舒服一点 再忍一会儿嘛 看着 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纸在里面泡烂了呀 看起来好恶心 来 咱们再喝点温水进去 再给他抽一下 既然给他弄 就给他弄干净 喝点水 把酥狼给他揉一揉 再给他抽一次 这小子的食欲还是挺强的 喝点白水都喝得这么香 好了 素狼给他揉两下 来吧 再抽一次 吞 吞吞吞吞吞 吞得不够小子 忍一下 马上就好了 抽了颗小米出来 堵住了 抽不动了 后面又为了些温水 给他再抽了一次 现在基本上 奶粉是抽完了 素狼也腌了 还有一些残留的 抽不出来的 里面有小米 老是堵住 挑点消炎药 给他喝 这个素狼 脏气脏了好几天了 怕是有盐质了 来来来 他是真得饿了 这两天他一共五毫升奶都没吃到 再给他揉两下 然后再放回去 后续再观察观察 看一下老大的消化情况 这一窝真的是太难搞了 这个小时候吃木屑的那个家伙 这个 吃纸粒的那个家伙 在看他嘴巴上 好像还开始吃屎了 过来我看看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能掀上我的膝盖 不愧是一窝出来的 一个比一个勇猛 在左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你们看这家伙 吃点纸粒他还不够 他居然还开始吃屎了 哎呀 头大呀 这苏朗里给他喂的水都没消化 昨天早上 我不是给他抽了苏朗里的奶粉吗 后面给他喂了一些温水进去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一天都没消化呀 后来到晚上的时候 我又给他洗了两次 洗完以后还是给他喂点温水 和这个香药要进去 一晚上过去了 这摸起来好像还是没消化 一天没吃东西 屁股都开始拉绿石了 这家伙长大以后 绝对是鸟中的大菜 居然还懂得自产自销 看着吃的 我怀疑他不把自己作死 他事不罢休 来吧来吧 前天给他喂了两勺奶粉 昨天一天没给他喂 然后给他喂的水吧 一点都没消化 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该给他喂什么了 相当于他两天都没有喝奶了呀 该不给他喂来 我怕他都撑不住了 把来粉调得很稀 给他喂进去试一试 里面加的是帮助消化和吸收的药 看吃下去会不会好一点 但是看他精神状态呢 又和正常的鸟没什么区别 一点不舒服的症状都没有 吃个五六分饱算了 乔治两天给他饿的 生意都变小了 哎难搞啊 这一窝鸟真的是养的头大 全都是勇士 哎得了把他放回去了 想看老大后续恢复情况的 记得点个关注哦 这样的话视频发出来第一时间 就会推给你了 回家也有这么多天了 这大狼一直没有拿出来放过 他也一直很想出来 你们说如果我把他放出来 他会不会直接就飞跑了 来 小心脚 过来大拉 总归都是要面对的 咱们把他拿出来试一试 鼻子上好像长了一颗青春痘一样 嘿 这是叛逆期来了 是吧 不紧张啊 没关系 先看看周围哦 如果我就这样把他丢出去 他可不会直接就飞跑了吧 走 还可以啊 哎 直接飞我肩膀上来 呀 这速度好快啊 过来大拉 哎 小子 过来 这家伙性格有点调皮哦 稍微熟悉一下他就直接飞了 他好像没什么事哦 反而我比他紧张的多呀 我这是不是太过于担心了 过来 呀 这一下飞跑了 吓我一跳 来 出去飞了一圈 舒服了吧 刚刚都飞得好远去了 速度过于太快了 看不到他 不过这飞了一下回来好像变乖了 以前都摸不到他的头 还是知道我的好吧 嗯 给他吃点东西 安慰一下他 从来没有这样飞过 把我都吓得不轻哦 这突然就不咬我了 还有点不适应哦 本来我一直这样摸他他都要咬我 这怎么回事呢 还主动让我给他老头了 看来是刚刚飞出去没控制好 飞得太远了 也把他吓得不轻哟 回来赶紧让我安慰安慰他 那就给他洗个澡吧 今天天气也不错 差不多有一个月没给他洗澡了 其实这些鹦鹉都挺喜欢洗澡的 只是天气冷了 怕他们洗了受不了 还有洗澡的话就给他们用常温的水就可以了 朋友们 不要用这个温水 因为小鸟身上这个羽毛有保护层哦 用温水给他洗脱掉了 他这个羽毛就不保温了 也是差不多了 把他放回去晒干吧 他没什么事 倒是吓得我不轻哦 我没有了 你如果说 船鹅 给他洗澡 然后 感谢观看